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肝脏 那肝脏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负责营养代谢,解毒,排泄等等这些重要的作用 那可以说肝脏就像一个巨大的化工厂 那么它深刻的影响着我们身体健康的每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肝脏健康的维护 那么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其实现代人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 我们很多人经常大吃大喝 然后不注意一些生活习惯 经常过度的消耗肝脏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就是肝病它有什么样的危害 首先肝硬化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慢性肝病 特征就是肝组织发生了持续性的炎症 还有渐进性的纤维化 那这种纤维化的过程可以导致肝脏结构 还有功能的显著改变 会引起这些门外高压 皮肿大 肝功能衰竭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那么这不仅仅影响着生活的质量 还可能发展为肝癌 还经常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可以说肝硬化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其次还有各种类型的肝炎 它也是非常常见的肝病 严重的这种病毒性的肝炎的可能会引起大量的肝细胞的这种坏死 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 还有的严重的可能甚至出现肝硬化 那么乙型和丙型的肝炎 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肝病 所以肝炎的危害也十分显著 那么再次这种酒精性的肝病 在许多国家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长期的过量的饮酒 可以让肝脏出现脂肪变性 导致脂肪肝的形成 同时也会引起肝细胞的炎症性坏死 甚至某种情况下还会导致肝硬化 甚至肝癌 所以酒精性的肝病 它的一个危害也是很大的 所以刚刚讲的这几种肝病的一些危害 是非常严重的 不管是肝硬化 各种类型的肝炎 还是酒精性的肝病 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 那么这一点是要我们充分的认识到 那么作为社会的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积极的采取预防的措施 好那接下来聊第二方面 就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些肝病 它的诱因 那么这些刚刚提到这些严重的肝病 它到底是原因是什么呢 有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些疾病呢 那么根据相关的研究 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诱因 那么首先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诱因 就是长期过量的饮酒 酒精经过人体的这种代谢 会产生有毒的一些中间产物 那这些产物啊 会引起我们肝细胞啊 它的一个脂质过氧化损伤 还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细胞的炎症坏死 久而久之呢 就可能形成这种肝硬化或者肝癌 所以呢 酗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肝病的高发因素 好那其次啊 情绪也是肝病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压抑或者负面的情绪状态的时候啊 身体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高度紧张的这种状态不仅仅是精神伤的 它对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啊 它也是有影响的 包括啊 我们的肝脏 所以长时间的长期的这种压抑负面的情绪 也会对我们肝脏的健康啊造成一定的伤害 好那第三点呢 就是不合理的饮食结构 同样也是诱发肝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长期的不合理的饮食 特别是高脂肪的高热量的食物 那么可能就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从而呢 导致这种高发的肝病 比如说这些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这个疾病 所以呢不科学的这种饮食习惯 也是肝病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的问题 有很多像流行病学研究都表明体重 越重的人群肝病发病率就越高 原因就在于肥胖呢 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堆积啊 堆积在哪里 堆积在我们的肝脏 然后加重这种肝的炎症反应 所以呢刚刚提到这四大方面啊 酗酒 情绪 不合理的饮食 肥胖都是肝病最重要的诱发因素 当然呢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 这些乙肝的一些传染啊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如何去预防肝病呢 那这一个部分的内容啊 就是接下来要聊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啊 保护肝脏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刚刚啊 已经清楚的了解了肝病 它的一个危害 还有主要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肝脏呢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总结了以下几点 非常有用的保护肝脏的方法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上要做到两药 第一个要多吃蔬菜 那么建议每天呢 少着一份多着两份的啊 这种西兰花啊 紫甘蓝啊 菠菜啊 西红柿啊 绿叶蔬菜啊等等 那么这些啊 刚刚提到的这些蔬菜 是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E 还有一系列的抗氧化成分的 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 那么第二个要多吃水果 建议每天一份新鲜的啊 一些水果 比如说新鲜的这种橙子啊 奇异果啊 因为这两种水果呢 都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好那其次啊 饮食上我们要做到三补药 那么第一个不要 就是非常重要的不要酗酒 刚刚也提到 停止过量的饮酒 这是防止各种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关键 那么第二个不要暴饮暴食 要养成这种科学的合理的饮食习惯 那这样子才能够很好的减轻肝脏的负担 第三个不要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 这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从而提高某些肝病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好那第三个方面啊 就是睡眠方面 我们不要熬夜 熬夜呢 可能会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一个失衡 那么我们的肝脏作为主要的一个代谢器官 对于维持血糖的平衡 脂质的代谢等等 很多个方面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如果是熬夜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性 糖代谢等等 那这些变化可能间接的影响到肝脏的功能 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足呢 可能会引起我们整体的健康的状况的下降 包括就是肝脏的功能 良好的睡眠呢 有助于支持身体的自然的修复的过程 包括就是肝脏的一个再生 好第四点呢 除了饮食还有睡眠之外呢 体育锻炼也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研究都表明 有氧运动 比如慢跑啊 快走啊 游泳啊 健身操啊 瑜伽啊 太极啊等等 都可以降低脂肪肝的发生率 改善这种肝功能的这种血液的指标 那运动的原理 它主要就在于 它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血流贯注 减轻脂肪代谢的负担 从而呢 起到这个保护肝脏的作用 当然呢 不要因为惧怕啊 这种运动伤肝而不运动 这反而违背了运动的一个初衷 当然呢 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可以咨询自己的医生 好那第五个方面啊 就是要学会控制负面情绪 让自己的情绪心情保持这种舒畅 不要长时间的啊 这种情绪的押育啊 让自己啊 产生这种负面的情绪 这对保护肝脏啊 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个呢 就是可以选择中医的方法 比如说穴位的按摩 比如以前跟大家推荐的 太重穴啊 河骨穴啊 还有就是啊 包括推拿啊 茶饮啊 像枸杞茶啊 茉莉花茶啊 等等这些疗法 也对保护肝脏啊 有一定的帮助 除此之外呢 可以选择一些啊 有这种保肝的这种食疗的方法啊 比如说这些山药啊 百合啊等等 那么这些食材都对我们的肝脏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所以朋友们通过今天和医生的讲解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充分认识到肝病的危害性 避免诱发肝病的各种因素 同时呢 积极的采取这种预防肝病的方法 那么从现在就开始做起 从生活的点滴做起 远离肝病 拥抱健康 好的关注回声 健康夸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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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